一对男女被困荒岛15年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他们一点都不想离开 只因这里有吃不完的鲜美水果 在他们5岁的时候 游船发生海难 很多人都被海水淹死 只有他们两人 幸运地流落到荒岛 两人为了生存 于是开始学习捕鱼 这天捕鱼的时候 不料遇见了鲨鱼 直到天黑鲨鱼都不曾离开 机智的查理为了活下去 突然想到用白天捕捉到的鱼为诱饵 鲨鱼被引开后 他们也成功爬上了小船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为了能有一个家 他们便开始了修房子 在两人的努力下 很快就有了属于自己的茅草房 15年过去 查理变成了帅小伙 莉莉也长成了大姑娘 两人每天的生活非常简单 除了有吃不完的水果 还有共同的运动爱好 那就是脚踩水果榨果汁 每天运动完后 小帅还亲自下水找棒壳 因为莉莉没有学会潜水技能 所以每次查理都会向莉莉炫耀 虽然每次都惹莉莉不高兴 但她总会拿一颗珍珠讨莉莉开心 两人每天的生活都非常快乐 每次都像兄妹一样的玩耍着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两人都出现了烦心事 查理看莉莉的眼光 也不再那么的单纯了 而莉莉同样也如此 但是两人都不想第一个开口 为了引起查理的注意 莉莉还特意打扮了一番 但每次都没能得到查理的赞美 但是查理心里却乐开了花 每次趁莉莉洗漱的时候 都会偷偷窥探宇宙奥秘 虽然莉莉也发现了查理的异常 却久久听不到查理的表白 这天查理补育回来 主动向莉莉分享收获 莉莉却破天荒地对她不理不睬 查理也感到非常困惑 直到这天 莉莉突然发现自己来大姨妈了 这也就意味着她成为了真正的女人 很快她便将这件事告知查理 查理听后非常高兴 因为莉莉的变化也就意味着 他们可以过上没修没造的生活了 女孩高兴地叫男孩起床 但男孩非常爱床 没有办法的莉莉只能掀开被窝 查理吓得满脸通红 连忙用被子盖住主要部位 不料起身的时候 就被莉莉发现了什么 甚至还遭到了嘲笑 查理有些不爽 很快便逃出了茅草房 不一会莉莉找到了查理 并主动向查理和好 但是查理对莉莉的行为非常生气 甚至还产生了离家出走的打算 而查理走着走着的 便来到了另一处荒岛 还在这里发现了一群土著 查理非常害怕 经过几个月的流浪 她再次回到了自己家 莉莉非常担心查理 看见查理变成了泥人后 便主动帮助查理清洗身体 但洗着洗着的 两人就开始不对劲了 为了能永久在一起 查理亲自给莉莉编制了草戒子 并在大海的见证下完了婚 结婚后的两人更加幸福了 比以前玩的游戏也更加大胆 生活也更加惬意 每日还在阳光下享受生活 莉莉为了帮查理减轻负担 还亲自下海捕鱼 有时鱼网漏了 她还会用树皮补全 就在两人修理渔网的时候 莉莉忽然发现了什么 两人慌忙起身查看 再次确认后 他们非常慌张 因为远处开来了一艘小船 他们慌忙地跑到山顶 拿出小时候留下的望远镜 观察一番后 突然发现船上的人 竟然朝着这座荒岛行驶过来 几个外来人来到岛上后 查理带着莉莉就赶过去 在一番询问下 他们得知这伙人因为缺淡水 所以来小岛补充资源 查理看见这伙人很有礼貌 便允许他们上岛取水 虽然船长很有礼貌 但是其中的一个船员 看着小美的身材 却打起了歪主意 这时船长将女儿带到查理面前介绍 查理瞬间看入了神 肤白貌美的船长女儿 在他看来简直就是仙女 很快到晚上的时候 查理还准备了海鲜大餐招待他们 船长女儿非常感激他们的招待 于是主动送给他们衣服穿 但船长女儿是有目的的 查理穿上衣服后 就被查理一顿猛夸 但这一幕却被吃醋的莉莉看见了 很快就到河边打扮自己 女孩穿着衣服在河里细水 波澜起伏的水花 突然见到了猥琐男的心里 夜晚的时候 莉莉为挽回查理的欢心 当着船长女儿的面 和查理跳舞意图宣示主权 但下一秒 查理便邀请了女人和她跳舞 看着肤白貌美的女人 查理跳得不亦乐乎 而莉莉在一旁 只能气急败坏地看着她跳舞 女人离开后 莉莉质问查理为什么 查理只是简单地回答 我们只是朋友 但莉莉却看得出 查理变了心 隔天莉莉为了变得肤白貌美 于是用女人送的化妆品化妆 但遗憾的是 她把自己化成了小花猫 还遭到了查理的嘲笑 伤心的莉莉 最后只能跑到河里清洗身体 但她却不知道 她的一切动向 都被猥琐男看见了 另一边 女人将查理约到了牧船上 甚至还向查理表白 希望查理能跟她回城市 就在查理犹豫时 突然听见了莉莉的尖叫声 很快便抛弃女人 急忙寻找莉莉 查理纹身赶到后 竟然发现 猥琐男对莉莉动手 查理二话不说 直接上前救下莉莉 虽然猥琐男打不赢查理 但是她有枪 查理没有办法 只能选择逃跑 猥琐男不想放过查理 于是跟了上去 查理非常的能跑 很快便逃到了珊瑚礁上 猥琐男为了独占莉莉 又要游过去杀了查理 可是当她下海的时候 不料游过来一条鲨鱼 猥琐男瞬间成为鲨鱼口粮 船长得知猥琐男的行为后 对查理感到非常抱歉 道歉完后 得到充足补给的他们 想要连通查理带回城市 可是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查理和莉莉不想离开这里 一年后 他们生下了爱情的结晶 生活也变得更加没修没躁